大家好 批评书 土工到年底了开始抢钱了 现在各种抢钱的新闻也出来的 大家悠着点 而且你要记住了 今天专门做一期土工抢钱的两种新思路 年底抢钱的两种新思路 一种是在国内抢钱 一种是在国际上抢钱 国内国外都开始抢钱 抢钱了干嘛 过年过春节是不是 官员都没钱了 你想想大量的公务员的工资减30% 甚至有的就减一半 工资都减了 年底哪有奖金的没有奖金 他们怎么有钱的 过一个热热闹闹的春节是不是 抢钱 所以你看到没有 我们先说国际上 为什么 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在国外 都是春节快到了 很多人我故意的琢磨着要回去吧 我昨天看到有一个知名的演员陈冲 陈冲老师 因为他妈妈生病了 快去世了 居然也回去 回去以后隔离了什么十几天 18天 完了以后人还在隔离的时候 他的妈妈就已经走了 就是人虽然在中国都不能见自己的老母亲 最后一面 你说中共搞的事情真是缺德啊 你说你说一般情况下我看日本的韩国呀 美国也就最多10天 有的是就7天 如果你有这个美国这边回来的这个 所谓的打疫苗的这个证明的话 你还不用割你啊 虽然打那个疫苗也是个鬼扯蛋啊 但是他真的不用割你啊 又可以免割你 你说这个陈冲也是一名人 这就是艺术家呀 对中共的这个邪恶他不了解 那我们这些个很多人在海外生活的人呢 他对中共的邪恶他依然不了解 他你只不过是就是什么叫做什么虾猫啊 就是叮倒了个死老鼠 你很你你你偶然之间你你你过上了 这个自由世界的生活 你根本不知道土工有多坏 知道吧 所以年底很多人要回去吧 是不是我告诉你啊 你一回去你中招了 抢你的钱的这个轰轰捏捏的运动就开始了 国内现在微信里面去搜索啊 有一个有一个文章 我看了一下那是土工自己有意思放出来的啊 就说他现在基于一个所谓的全世界的一个大数据 什么美国加拿大啊什么德国什么韩国日本啊 什么澳大利亚都有都是共享的数据 我一听就是骗子不可能 但是他就这么说的啊 一个什么数据呢 就是哪些人有绿卡 哪些人呢有这个双重国际 这种人都你只要回中国就是他们的一个裁员 要把这批人要一个一个的要要清算的个人 尤其是大城市啊 比如上海北京广州杭州这些地方在海外的人生活很多嘛 在日本在美国多的很啊 他们很多人都是春季的时候都回去回去过年去 可能有老母亲在啊是不是 那也可能七大姑八大姨的 还有的人可能还有力量啊就是什么小秦人 什么私生子都在中国都有可能的啊都回去 我告诉你回去你中招了啊 他们说全世界的大数据有一个总体的规纳锁定到每一个人 你是不是双重国际啊你是不是绿卡 绿卡呢有可能就不让你出来了啊 就是直接就告诉你不让你出来你要出来可以交钱啊 金人的罚款如果你是这个双重国际 比如说你是个美国的公民完了以后 你又没有把你的中国的身份中国的这个公民的身份给注销 你等于是那个是犯罪了是不是 你你你因为中国中华人民公土公国 他是不承认双重国际的啊 就是你回去你你想想你可以出来 你可能比绿卡稍微好点但是你要交天亮的罚款啊 我跟你大家一定要一定要提前告诉大家怎么个消息啊 现在土工的这个出入境土工的各的地方政府 这个东西他还真不能怪中南海下水道不能怪习包子 还真不如习包子亲自部署的就是下面的人他没钱了 他要抢钱知道吧 一定要你怎么抢钱中国的好多老百姓都没钱是不是 尤其是大城市你不可能说对着上海北京的一个老百姓 随随便去罚款去收钱嘛 他不好搞 知道吧 这种乱罚款的东西我待会还讲 他主要发现在小地方 啊鸟不拉屎的地方 那个那那那你的这个山高黄六眼土工的那些地方官鸟 一个比一个黑一个比一个坏 但是大城市太高大上啊 他弄你的高级人你你不是有你不是很高级吧 你不是白富美吗 你不是高大上吗 我就弄你 是吧 你不是有双重国际吗 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工国的公民 完了以后你拿了美国的护照 韩国的护照 日本的护照 那对不起啊 你你你你破坏了 你你犯了我们中国的这个法律 对不起啊 你要么交钱 要么我就把你抓起来 哎 这一抓起来你就没完没了 你不知道关你多久是不是 那你干脆交点钱 一交钱 那就不是一点点钱 他们说最高的啊 可以发到50万美金 我跟你说 真的 开价50万美金你交不交吧 真的很吓人的啊 你因为他知道你有钱 也许有信任也不见得有钱 但是很多人啊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些个地方的人 的确是有钱的啊 50万美金多少钱 也就300多万人民币嘛 小菜一碟交交的赶紧走 是不是 不要回去啊 春节前后 你生活在自由时 好好的在家里 啊 做一顿中国菜 满足你的舌尖上的这个味道啊 不要回中国 这真的是一个是非之地 不要回去给他们送钱 这是叫国际抢劫啊 国际抢劫 那共产党 他不可能就抢美国人 不可能就抢什么 他就抢你 曾经是中国的中国人的中国人 抢华人 所以千万不要回去啊 你如果是一个韩国人 当然无所谓了 是个日本人 是个美国人 但是如果你曾经是华人 现在你是个美国公民 你回去你一中招了啊 我再说一遍 第二就是第二个抢劫 我们不是说两种抢劫的途径吗 一个是国际抢劫吗 这讲完了啊 然后讲国际国内抢劫 国内抢劫 其实非常简单 你看到了啊 这个最近这两天土工的国务院呢 出台一个文件 对于河北的一个了不拉实的地方 叫什么 叫什么霸州 霸州市啊 这个这个 搞了一个通知啊 叫叫毒查通报 就是叫做乱收费 乱罚款 乱摊派 问题的毒查通报啊 太多了 前所未有的严厉啊 说这个河北什么霸州市酸 那三乱的现象 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 哎 这是个土工的官方的文件 挺有意思的啊 再也不加以控制 那估计就是什么挨家挨户 就搜挂了 你知道吗 真的是 就是说这个三难的乱收费吗 乱罚款 乱摊派吧 总根源在于地方政府没钱了 啊 地方经济落后 养不起那么多的这个什么 行政人员啊 公公职人员 那通过税收呢 已经没有办法了 所以只好又就是抢钱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信号啊 就是刚才我说了 这种 中国内的抢劫 它都发生在小地方 那霸州市是个什么地方 我从我都没听说过 什么地方 大家知道吗 我是不知道是在河北哪个地方 啊 而且这不是造谣传言啊 这是正二八经的什么什么 关于何为什么 霸州市出现大面积和大规模 乱收费 难罚款 难团派问题的读查通报情况 都读查情况通报啊 说什么什么什么 你知道吗 现在他你知道这个城市 他就是散乱了 收费到了什么程度吗 比平时多了多少倍吗 八十倍 我去 太牛了 我觉得这个土工的地方官僚啊 真是是不可思议 你知道吗 八十倍 这是个什么概念 是不是 你觉得他现在基本上就是 真的就是这样子的 每家每户都被罚款 没有一个农民 没有一个成年人的家庭 这个幸免于难的 都是这样子的是吧 所以你看看那个文件 我就不念了啊 就写的写的清清楚楚啊 为什么地方官他要这么搞呢 是不是 你八十倍 你平时如果说你 你叫八块钱 你现在就每家每户 要八十块钱 这是个怎样 个天文数字 加起来不得了的事情 那你不能怪地方官 他们真的没钱了 真的是 但是你知道吗 包子这个前一段时间 我做过一些节目 做的最不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不应该给这个全国的公务员去减薪 或者是不应该给全国的公务员去停发这个计较工资 因为你这导致全国的公务员都对你是怨声载道 而且你这个压力啊 他不是就是直接就就卸给这个公务员 是卸给地方政府 卸给的地方官员 包子就在北京在中南海 他天天喝酒瓢窗 是不是他什么都什么都敢干 天天他妈的睡小姑娘 他也无所谓 是不是 他有的是钱花 你看到没有 哎呦 大排场呢 真是各种有钱 那你地方上的观点 就日子不好过 这么多人 你是真没做过地方官 做地方官挺不容易的 所以我觉得土工的官员呢 他们为什么大家一到退休 还没有退休 赶紧退退了 马上就赶紧跑到美国 就跑到跑到这个什么国外去过日子 他真的是受够了 但是那没有这个一个途径 他也赚不到钱 是不是 你作为一个地方官 你那么多吃财政饭的人 你一个一个要发工资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怎么办呢 没有税收 没有所谓的这个这个什么经济增长点 是不是 什么都没有 上面也不给你拨款 你还要为上面 你要给上面要交钱 那你说怎么办 那你就抢啊 抢老百姓的钱 那老百姓他有几个有几个存款 罚呀 什么三乱 知道吧 所以你看国务院的这个话呀 土工国务院的话 你是 你不能看表面 他是怎么讲的 他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预算法 中国行政处罚法 禁止向企业摊牌占行条例 他是觉得你是增加了企业的这个什么什么经营成本 破坏了生产的秩序 什么严重惊害了广大中小微企业的切成利益 严重破坏了当地的营商的环境 直接抵消了这个住企的纾困 你知道吗 这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你这么搞的话 你当地的中小企业就没法过日子了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欺骗性的说法 我告诉你啊 这个三乱乱收费乱罚款乱摊牌 我告诉你直接的受害者 不是那些个所谓的中小企业 我跟你说 是什么 是普通老百姓 真的 是每一个活生生的老百姓 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他们很多的 其实这种东西早就出现了 尤其是网红公司啊 网红人 他其实就是个普通老百姓 过去的一团一团乱账 现在都要交税 所以他们说有的一个今年要补500多万的税 他上哪儿交钱去啊 你把你把自己卖了 把自己个杀了 也卖不到500多万块钱 那是不是 那你说怎么办 我跟你说 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 所以土工到年底 他真的是有两个抢劫的这个妙招啊 第一个是国际抢劫 但是这个东西你是可以避免的 如果你稍微有点对土工的邪恶 你有那么一点的了解 我他妈的三两二都不知道哪个方向 我不回去行吗 你怎么抢我啊 你难不成你跑到日本的抢我啊 你跑到美国来抢我 你怎么可能呢 是不是 你别听他呼吁什么大数据啊 人家美国人 人家澳洲人 人家韩国人 日本人才不跟你分享数据 你是个什么东西吗 是不是 他就是 就是叫做什么 呃 就是 给你一个威胁你 然后吓唬你是吧 完了以后就是让你自己主动交代 嗯 他其实是查不到的 但是如果你线嘎嘎的你要回去 那你就中招了 那国的国内的这个抢劫 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尤其是小地方我跟你说啊 一一般以我的经验的话就是 市里面像罢州市吗 应该是个地级市吗 罢州市下面的县 还有县下面的县 还有村啊 村里面会好一点 因为村里面没有没有太多的权力去收费吗 县里面乡里面 那绝对是厌国帮忙 每一个每家每户都要交钱 我跟你说 有的是办法罚你 罚死你 接下来会议 全国会出现大面积的抢钱的行为 比如城管又打死人呢 为什么城管又打死人 我跟你抢钱 啊 税务局又打死人呢 都有可能的啊 抓人呢 各种东西我跟你说 有的是办法对付你 那怎么办 谁让你是中国人 你根本也躲不掉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而且尤其是你看国务院的这个文件啊 其实是严重的误导 他根本不是什么企业经营 或者是营商环境的问题 而是老百姓有没有钱过年的问题 而是政府的公务员这么大的摊子 知道了 有没有有没有钱 这个过一个什么祥和的欢乐的春节的问题 你说 如果说你共产党真的是有办法想改革的话 你应该上来就把这个公务员这个砍掉一半 一点问题都没有 要那么多人干嘛 是不是 哎呦这个垃圾 我以前就是公务员嘛 是不是 我什么本事也没有 在那里一天的一张报纸一杯水 一次从早到做到晚 完了以后就拿点工资 拿点奖金 真的特别缺德 我当时过那个日子 我说这有什么意思 这人生毫无意义 而且且不说这个没钱的话 那关键是你太没有 太没有希望了 人像死人一样的 就是就坐在那个办公室里面 有什么意思呢 我说我不想过这样的日子啊 结果我就混出来了嘛 那帮孙子 孩子那里昏了 一晃都几十年过去了 孩子那个办公室里坐着 我觉得真的有毛病 他们就是欺负老百姓 我跟你说 他们没有老百姓给他们垫底 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跟你说 哎呀 但是你作为一个中国人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怎么办呢 你我说了无数次 中国人任何时候 你离开中国 你跑路 都是最正确的决定 但是有些人 尤其是小地方的人啊 他真的是以下辈子 他都没有勇气离开 还别说这辈子 那真是 你用马像博老师的话 就喊一百年 喊一千年 你也喊不醒他们 那我自己先跑了再说 嘿嘿 谢谢大家